肥媽和鼎爺的飲食節目你就看得多了 九大名廚聯手你又見過沒有? 連九味露面的美食家蔡先生都請你動 究竟搞哪一方? 馬仔馬俊偉主理的全新飲食節目 黃金盛宴請來眾多升級名廚 肥媽 鼎爺 樂義 韋哥 Amanda S 三姐 王阿寶等等 不知道鎮容頂盛還好有惑惑 其實是每個人都看到對方不同的東西 每個人都學到的東西 但是他們很尊重我們 是的 還有合作性真的不用說 我一硬的粉 韋哥等我來煎 這樣真的很好 很合拍的 我們有中餐也有 西餐也有 亂一波的 中東也有 你也有 廠的香味你明不明白 今天也是 一進去已經說 我要拿那些油 那些什麼油 我今天一開門 這麼重的蝦味 他們說炸蝦油 你用不完的 給一半來 我簡直是入門口 還沒看到 已經知道 樂義作為後背面 面對著這麼多位大師級前輩 不止沒有緊張中 我都沒試過煮飯 煮得這麼輕鬆 以前一個人煮飯 你都很擔心自己的味道合不合 我煮完之後 爺爺過來試一口 多點鹽 媽媽說 喂 放糖 我剛剛想說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九個人 我們煮了出來 喂 試試 因為口味的各不一樣 我們要在中間落敏 適應大家 節目主力人馬仔 這次特別請來 雙息多年的重浪級嘉賓 壓賺 她就是吃叉燒飯 吃得太暗然的嘉燕姐 我和嘉燕姐的感情 其實已經是 十足緊扣 你看看 一直不放手 能夠捉到這隻燕 怎麼會放手 其實我很開心 見到馬仔回來 跟我們公司做節目 因為我之前和他合作 十月初五 十月初五的月光 那時我還是一個死年輕 嘉燕姐已經很疼愛我 這次他主持大型的節目 慶祝台慶 55周年 當然要來 所以今天就直接登機 連衣服都配襯了 我告訴你 TVB能夠有這麼出色的演員 這麼出色的製作 這個節目真的很精彩 還有一群這麼好的演員 那群演員 每個都是這麼厲害的廚師 這個真是TVB線